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3月26日,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我是Cherry 据BC省卫生厅公布的最新数字,BC省再增66例确诊,令人稍感安慰的是 今天没有新的去世案例,已有186名患者完全恢复 此外,根据我们温哥华港湾的统计分析 过去10天,BC省共确诊622例,其中平均每天新增62例 而最近的5天,共确诊301例,平均每天增60例,略少于过去10天的每天的平均新增数 看上去,过去10天还是比较平稳,希望大家在未来的10天里继续保持社交距离 目前,加拿大的形势依旧严峻 全加拿大的确诊案例已经达到4043例 宫位危机当下,人们原本的日常生活被完全打乱 对普通民众来说,stay at home,超市,厨房,盗管熊孩子成为生活的主旋律 测纸,口罩要不要囤,怎样可以更少的去超市 还要保证家里的一日三餐,这些平日的琐碎成为重要的话题 对家长来说,为期两周的春假马上就要结束了 更多人关注能不能把熊孩子送去学校 一边是安全,一边是教育,如何平衡 今日,BC教育厅发布公立K12学校复课指导文件 各学校有条件复课,学生根据情况选择教育形式 同日,BC省更新紧急状态政策 禁止转卖食品、医疗物品、个人防护设备等必需品 为者将受重罚或判刑 省教育厅发布的开学指导文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医生、护士、警察、消防员、邮递员等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子女 有优先返校上课 以确保一线人员毫无后顾之忧地为我们战役 同时,省教育系统将提供多种形式的授课方式 包括远程网络教育和传统的纸笔教育 家长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教育厅建议,家有联网电脑或平板电脑的学生 优先采用网课方式 在家接受教育,家长需要配合教育部门帮助子女上课 目前,60个校区都在紧急开发在线教育系统 网课最迟将在4月中旬全面运行 家里没有电脑的学生可向学校借用网课设备 如果设备不足或不愿上网课 可到学校按传统的方式接受教育 即使到学校,教室里面对面的授课活动仍将暂停 恢复时间需要等教育厅的通知 在疫情期间,继续去校园的师生将采用操场锻炼、自习、游戏等教育方式 学校每日开放的时长和上下课时间由各教区自行决定 省政府禁止50人以上聚集活动的规定不适用于本省的学校 只要师生们被分散到不同的场所并严格履行社交疏离的规则 公立学校内内设的托儿所也将继续开放并实施同样的规则 同日,省公安法务厅发布了一系列命令 以确保各级政府对新冠病毒的协调影响 包括如下内容 建立新的省级供应链协调单位 以协调货物和服务的分配 在协调陆、空海和铁路的基本商品和服务运输方面 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暂停任何可能限制货物交付的复利 禁止私人囤积转卖食品、医疗用品、个人防护设备、清洁用品和其他基本用品 并执行在销售点的限购政策 警察将有权对任何试图转卖必需品的人进行起诉 可能被处以最多1万元的罚款甚至入狱 根据公共卫生法的规定 市政府立官员能够执行省卫生官针对关闭商号和禁止群聚的命令 省长贺锦严令 卫生厅要求的保持2米以上社交距离及禁止50人以上群聚是法例 省公安法务厅长表示 违反法令的人员可能被处以超过2万5千元的罚款甚至入狱 确保所有的客运和汽车渡轮服务继续提供最低限度服务 并针对有需要的乘客及必需品开放优先使用权 保护弱势群体 为其提供食物库和庇护所 除温哥华市外 暂停新冠病毒地方紧急状态 增加示意会灵活性 加快决策速度并协调社区中心等公用设施 以方便自我隔离病毒测试医疗仓储和分发 疫情期间 不少华人社区通过社交媒体自发组织了一些团购群 由组织者集体采购再分发或者自取 对于这种做法 由热心的民众打电话咨询 目前获得的答案是 此次禁令主要是为了打击囤积物品以获得暴力的行为 政府支持团购行为 可以减少去超市的人次与频率 对组织者及送货人支付快递费或者小费属于感谢 没有问题 如有更为权威的解读 请联系我们进行补充 北京时间3月25日21点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邀请华山医院张文宏医生 在线解答留学生华侨华人抗议问题 据上海澎湃新闻报道 一名在纽约的留学生表示 我们相信医院和医生 但会避免第一时间去医院 会担忧救治不了 也会担忧去医院的风险 一般的小毛小病 我们都会用药物治疗 什么样的症状需要第一时间去医院 再加隔离14天 如果没有什么症状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没被感染 张文宏表示 我相信留学生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他认为 中国早期经验对美国抗疫是有帮助的 同时在国际上也发表了论文 对于这个疾病 80%的人可以不去医院 在家里熬过去 那么为何要去医院 张文宏表示 一是为了隔离 二是轻症病人可以治疗得更快 轻症基本都能自愈 真正需要治疗的仅仅只有10%到20% 这些人需要吸氧治疗 很多人认为这个病靠的是抗病毒治疗 但目前确切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仍然没有公布 大多数不接受你住院治疗 还有50%重症 床位不能因此出现挤兑 张文宏表示 一开始美国政府很着急 但目前采取的措施很积极 美国的医疗体制对疫情的预估 他们很清楚极限在哪里 你到什么程度床位会容纳不了 但在纽约 呼吸机配置超过德国 远超英国跟意大利就不要比了 呼吸机配置美国是充分的 你发烧了就熬一熬 多吃水果 多吃牛奶 多吃鸡蛋 拉得多 吃得多 休息睡觉 手机关掉 不要接受祖国母亲在那一头的哭泣 她的哭泣会让你的焦虑更大 所有的关心都会变成一种负担 另外张文宏说 如果你出现发烧等症状 你走楼梯 不要乘坐电梯 如果你觉得有点走不动了 这时候你是进急诊的重要节点 呼吸是很重要的 年轻人进入重症风险极低 大概率事件你可以应对 旅美乔包乐陶文提问 有一例患者可能与病人 共用了楼梯过道 病毒通过空气传播的可能性有多大 是否在电梯里会出现传播 张文宏表示 判断病毒是否会通过空气传播 必须要排出其他因素 即使是在电梯内感染 也无法排出是否因为接触电梯按钮 没有及时洗手而感染 病毒可以在空气中存活数小时 所以在疫情高发地区 如果接触过物体表面 张文宏建议及时洗手 如果因为手的接触污染了口罩 那么口罩比空气更加危险 所以美国医生将洗手放在了第一位 张文宏说 张文宏提到 在他接触的病例中还没有出现过因空气传播感染的病例 他介绍 一般是在密闭的空间 并且存在大量的病毒载量的情况下 空气传播有价值 在一般的电梯里 只要没有进行剧烈的咳嗽 没有大量的病毒量喷出来 这个空间量也不是太大 这种风险可能有 但是从数学的概率来讲 这种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此外张文宏还解答了其他热点问题 如纽约具备核酸检测能力吗 赵文宏介绍 纽约现在有确诊病例3万多例 问题严峻 全美疫情没有看到峰值 不过纽约如果不具备检测能力的话 哪里来的3万多确诊病例呢 说明纽约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检测能力 同时医生也可以准确地区分新冠肺炎和流感 换句话说 病例数少的地方有可能不具备检测能力 病例数很多的地区 人们不需要为检测担心 在中国武汉的确诊病例多是家庭传播 在美国青年感染新冠肺炎占据了更大的比例 对美国学生来讲 他们有大量的社会活动 因此瞎混就是现在感染最大的风险 美国何时才会出现疫情拐点 张文宏分析 现在美国所有医学政策背后都站着专业的团队 各地方疫情为何出现不同呢 美国的特点是 美国各个州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政策不同 因此美国各地早期出现不同步 这非常正常 全世界很多地方的拐点都能计算出来 都是计算传染病基本传染数RO值 目前意大利新增数开始下降 美国的高峰取决于 美国对最近非常严厉的紧急事件的响应 比如美国盐湖城 在仅有300例确诊病例时 实施了紧急措施 可以有效的阻断传播 早期病例上升期是最佳时期 错过后 美国有些社区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 病毒阻断主要看美国的政策策略是否执行到位 美国疫情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执行到位 原则上10天到14天可以看到新增病例数的降低 慢一点的话 4个星期会出现拐点 但事情就更麻烦了 他说拐点预测极为艰难 要看作隔离的决心是不是够大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